我們今天是聖靈充滿,我們今天是繼續講到聖靈充滿的 我們這次都是講到長時間集體禱告帶來聖靈的大能 我們之前有看過薩姆二記上十章,講到薩姆二那幫先知門徒聚集 聖經記載就是他們奏不同樂器,但他們應該不是只奏樂器 而是他們應該在這裡敬拜神,親近神,和受感說話原文是說預言 那到底他們是宣講神的說話,預言可以是宣講神的說話 還是預言將來的事,或者是舊約中的說謊言我們不清楚,不知道 那當有些經文,有一點很重要的,當有些經文我們不清楚不肯定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他們我們不清楚,那有些人覺得很不接受到的 就是我曾經有一個傳導人,他就跟我問我關於聖經某一個問題 我都不記得是什麼問題,我說聖經是沒有講到的,所以我不清楚的 他很驚訝,他說呢,我們怎麼可以在教導的時候告訴別人我們不清楚 我們是不清楚的,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是從經文找到多少 我們知道多少,但是有些我們不知道的,我們不要勉強說 勉強說的時候呢,變成是加添聖經的說話 這個是很大的罪來的,所以我們不可以加添聖經的說話 還有有些人呢,他們是很隨意的,去說出一些說話 有很多類的,其中一類呢,是什麼呢? 是說預言,譬如說,現在呢,應驗是,譬如歐洲共同市場 就是這個,就是那個獸,敵基督啊 我們不可以這麼說的,這些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們 就是那個,釋經是很隨意的 又譬如,災前避堤,根本聖經是沒有直接說出災前避堤 但是,也都,聖經有清楚的經文是說到,耶穌降臨 審判敵基督,懲罰敵基督,還有呢,是叫基督徒呢 是不再死亡,死被德性吞滅,就是說,從此以後 再,基督徒來說是再沒有死亡的,這回事 那麼,再沒有死亡,基督徒沒有死亡,就是大災難之後 因為大災難,基督徒仍然會死的 那麼,聖經是清楚的經文,講到耶穌回來 還有我們聚疚在那裡,就是在 耶穌降臨,懲罰敵基督的時候 那麼,這個就是敵基督活躍的時候,就是大災難 所以是大災難之後,聖經清楚經文 但是他們呢,就會去,就是去,就用一些其他不清楚的經文 去說呢,是災難前被提,而否,就是否認了 或者不理會那些清楚的經文 那麼,這個是一個很,就是非常之不好的行為來的 那麼,我就先講到,就是那幫先知門徒 我們,看到他們在那裡奏樂器 那麼,就,就是從聖經的,就是整本聖經來講呢 我們,會可以下個結論,他們不是在那裡 對不起 從整本聖經來講呢,就是我們知道它在那裡 不是奏樂器的,而是應該在那裡敬拜 但是我們就先講到其中一點就是說預言 到底它是預言將來的事 宣講神的話語,神的真理 還是在那裡講謊言呢,我不知道 因為三樣都可以是很建設性的 三樣都有可能性的,所以我會說我不知道 那麼,我們不知道不重要的 總之他們都是受聖靈感動,講一些聖靈想他們講的說話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知道的 好,那我們今次呢,就繼續 薩摩爾記上十九章十九節開始 在十章就講到,蘇羅 當薩摩爾高立他之後 就叫他去神的山 就是基比亞山那裡 就會見到那幫先知門徒 然後他就會改變成為新人,又會受感說話 而當蘇羅一離開,薩摩爾立即已經受感說話 立即變為新人,對不起,是立即變為新人 去到那幫先知門徒那裡才是受感說話的 而十九章呢,非常可惜的就是蘇羅 他容許罪控制他,結果他是追殺大衛 而他聽到大衛在拉馬,他就在,他就拆捕人去,想捉大衛 但是那些捕人三個,分開三次的,分開三次去,都受感說話回來 他都沒有捉到大衛,然後跟著蘇羅去,蘇羅一樣同樣 令到他是不能夠捉大衛的 那麼這個經文就給我們看得到,就是在神的同在強烈的時候 神可以令到神的敵人都受神的控制 神是可以保護他的子民,愛他的人 所以我們一看到之後,我們就看到原來聖靈可以做這麼大的工作 那麼我們就多謝天父,多謝天父的大恩,大愛 OK,好,現在我們讀一下三毛伊基上十九章十九節開始 有人告訴蘇羅說大衛在拉馬的拿藥,蘇羅打發人去捉拿大衛 去的人見有一幫先知都受感說話,薩摩爾站在其中 對不起,請大家記得關掉你們的麥克風 薩摩爾站在其中監管他們,這裡就很清楚說到是他監管他們的 打發去的人也受神的靈感動說話 有人將這事告訴蘇羅,他又打發人去 帕門也受感說話,蘇羅第三次打發人去 帕門也受感說話,即是三次他們都受感說話,結果沒有抓到大衛 然後蘇羅自己往拉馬去,到了西古的大井有人說 薩摩爾和大衛在那裡有人說,在拉馬的拿藥 他就往拉馬的拿藥去,神的靈也感動他一面走一面說話 直到拉馬的拿藥,他就脫了衣服,在薩摩爾面前受感說話 一走一夜,一走一夜露體躺我,這裡就說到他在圖中已經被聖靈感動 令到他一路走一路說話,一路去到拉馬的拿藥,甚至羞辱他 他就脫了衣服,在薩摩爾面前受感說話,一走一夜躺在那裡 這裡呢,又讓我們看到,在聖靈的工作之下,人可以分裂 聖靈也可以,在這個情況下,因為他是敵黨神的,神就叫他做一些羞恥的事 那就是說,聖靈可以在某些情況的時候,他可以保護神的子民 以及他可以影響人的身體,叫人躺下,這個都是我們會看到的 但是有些人呢,他們不去看這些人的果效,而只是說那些人說 按手躺下的那些是邪靈來的,他們沒有去分辨,其實當我們為人祈禱呢 是很明顯有邪靈和沒有邪靈的人,是很清楚的分別的 那些有邪靈的那些呢,他們是,譬如,他們就算跌下,是會很硬的,身體很硬的 還有呢,可能是那些動作是非常激烈的,或者不能夠跟著祈禱的,或者是失控的 但是呢,人經歷聖靈的時候呢,就不是失控的,是平安、輕省、舒服的 一樣他可以躺下,還有他一樣可以有強烈的活動 因為有些人呢,有時候呢,他是他自己想的,其實他很興奮 他就動得很厲害,這個是他的選擇,不是一定是聖靈令到他這樣的 那我自己經歷很強烈的聖靈的臨載,我身體會震,但也是可以控制的 譬如我一停,立即可以不震的,不是一定要繼續震的,不是說失控的 那所以很明顯的分別,還有我是很喜歡神,全心讚美神的 那所以那個分別是很明顯的,OK 那所以這裡,其中一件事也說到,人經歷聖靈不代表保持聖靈充滿 保持聖靈充滿,一定是聽神的話,遵從神,走神的路 和神有親密關係,才會長期被聖靈充滿 即是一次的經歷,很多時候,所以我會分辨,經歷聖靈和聖靈充滿 是兩回事來的,但有很多人呢,他們一聚會經歷,他就說我聖靈充滿 未必的,在乎那個人是不是保持,他保持呢,他就可以是聖靈充滿的開始 他不保持,他只是一次的經歷而已,OK,好 好,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關於這段經文 OK,如果沒有呢,我們就繼續看《士囊人傳》四章三十一節 討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放膽講論神的道 那這裡呢,給我們看到呢,就是 當初期教會他們集體祈禱的時候呢 那這裡的情況呢,就是聚會的地方震動 那在不同的情況,神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不代表,對不起 不代表以後每一次聖靈充滿都是做同樣的事情 神可以選擇做不同的事情 神也可以選擇呢,他不做一些外面的事情 只是做內心的事情都可以的 那這個我們不能夠去判斷,就是說 是不是沒有這些工作一定是聖靈充滿呢 不是,就是聖靈充滿是不是一定有,或者沒有某些的表現 那我們不能夠去判斷的 那我們以上三處經文都是看到 那些人長時間親近神 親近神,愛慕神 被神的靈感動 那時候呢,他越來越被聖靈充滿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看得到呢 原來是可以有,當人親近神的時候是會帶來聖靈充滿的 那有些人呢,他們解經 在傳統教會的人呢,他們有這樣解經的 他就說呢,聖靈充滿是被動的 被聖靈充滿,他們又被聖靈充滿 所以是我們不能夠做任何事情的 就是你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是聖靈來,祂做就做 祂不做,我們不能夠聖靈充滿 那這個是有一部分是對的,一部分是錯的 一部分是對的,是什麼呢? 聖靈充滿的,而且是神的工作 是聖靈的工作,不是我們的工作 但是是不是人不能夠做什麼呢?不是的 神是,我們看到聖經聖靈充滿的人 都是他們有親近神,然後他們聖靈充滿 就不是他們坐在那裡什麼都不做 就聖靈充滿的,是他們都是有親近神 遵從神,然後聖靈充滿祂的 那用到這個被動式就說 被動式,所以就是 根本人做不到任何事情 那這件事是錯誤的 例如,他們就被神拯救了 那原文是saved 即是得救,是被動式的 但是被動式不代表那個人 不悔改不信主 他一定是悔改信主 他才能夠得救的 所以聖經講到被動式的字眼的時候 不是代表他一定是什麼都沒有做 只是神做,他什麼都不需要做 這個是錯誤的 那在很多教會根本是沒有什麼說到 怎樣跟神 就是建立好心的關係 是,很多是沒有說到 怎樣強烈的愛慕神 強烈的親近神 是沒有說到的 就是講祈禱只是說就是祈禱 那就沒有詳細說到怎樣用心靈 誠神,整個心靈愛慕神 他們有講信服神的 他們有講信服神的 但是很少講到用心靈 整個心靈去愛慕神 那種靈的討告比較少講的 所以他們也沒有說神強烈的同在 就是他們沒有去留意神的強烈的同在 其實我自己初信主我已經留意到 我就會發覺當我讚美神 我是很明顯喜樂的 還有當我一開始親近神 我就發覺是有一種平安的經歷 臨在我身上 是很明顯很真實的 但是呢 很多人就覺得 這個不可以成為一個神學 就是一個經歷 不可以成為一個神學 他就不會說你多親近神 神就會強烈臨在做 就是不會嚇這個結論 但是其實聖經有講的 我們剛剛所看的那些經文 都是講到 當人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靈大大的臨在 所以其實是講到 是有強烈的同在 就是這些經文 是有講到神強烈的同在 在撒母耳那些先知門徒 在初期教會都是有神強烈的同在的 所以我們知道是真的有這件事情 但是呢 初期教會就 不是我不是講初期教會 是只有很多傳統教會 他們是沒有這個教導 就是神強烈的同在 這個教導是沒有的 平時沒有就說 我們越親近神 神的同在越強烈的 那麼他們是沒有講這件事情 其實聖經是多處講到 親近神的人呢 他們是會經歷到神強烈的工作 並且他們生命很大改變 他們也都經歷到神的神跡歧視之類 那所以呢 真是神強烈的同在 是會帶來強烈的工作的 那所以剛剛我們講到就是 兩個教導 一個教導就是 怎樣加強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第二 神的同在是可以加強的 是有不同聖經支持的 就是這幾段經文都有講到 並且這些經文都是講到人呢 是他親近神 並不是坐著沒有東西做的 好 那我們跟著呢 就施特行轉 十六章二十五節了 這個講到約在半夜 保羅和西拉討告 唱詩讚美神 眾囚犯也質疑而聽 忽然地大震動 甚至監樓的地基都搖動了 監門立刻傳開 眾囚犯的所亂也都鬆開了 那這裏呢就是保羅西拉在 肥立比那裏呢 被捕 抓了去坐牢 那他抓去坐牢呢 這裏很明顯看到他 抓去坐牢 他並沒有埋怨 並沒有憂慮 他很深信神是掌權的 並且 有一件事他沒有做 就是有些人就會做的 就是 會呼喊抵擋魔鬼 抵擋魔鬼的這個攻擊 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 他們沒有說到 現在是魔鬼攻擊 我不否認是魔鬼攻擊 就是 他們可以是因為呢 就是魔鬼使用的人去攻擊他們 但是呢 他們對付的方法 並不是去猛地呼喊去 趕逐魔鬼 而是呢 他們去親近神 他們去讚美神 那神的同在 強烈 那些眾籌犯也則以而聽 那然後呢 就忽然地大震動 這裏又有地震動了 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 監牢立刻傳開 眾籌犯的鎖鑾也都鬆開了 那接著呢 就是 監牢打開了 那些門打開了 還有那些鎖鑾全部都鬆開了 那這個呢 就是神在那裡 神跡歧視 當他們一起讚美神的時候 那這裏只有兩個人 保羅西拉 那其實也都不否認 就是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呢 神是可以強烈地在我們身上同在的 就是不一定要很多人 當然 多人是好的 但是 不是代表一定 一個或者兩個 是不會有神強烈的同在 是可以 是一兩個人的 都可以有神強烈的同在 並且另一點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呢 當我們受迫白的時候 神是可以行神即其事保護我們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深信這件事 就是我們不需要怕 因為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所以呢 如果有一天我們受迫白 被捉去坐牢 我們都說神是掌權的 神如果要釋放我們 是可以 叫我們走出去監路 比特就試過 天使帶他走出監路 神可以做同樣的事的 今天可以做同樣的事 那所以 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們有神強烈的同在呢 神是會大大祝福 即使在將來大災難的時候呢 受迫白呢 神都會做很大的工作 讓我們整個生命被提升 神可以保護我們 在大災難的時候 神會保護相當數目的基督徒 不會很快被殺 神會保守他們 也一定有些是 傳活到耶穌回來的時候的 保羅也說到 即是我們這些傳活的 和那些復活的 即是有些復活 有些仍然活著的 就會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就是和祂一起改變形象 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這裡呢 講到就是 神會保守祂的子民 用祂神職其事的方法 保守我們 以至我們 在受迫白的時候 不用懼怕 深信 神是話事那個 神是大能那個 神凡事都能的 祂能夠做奇妙的事的 我們就不擔心 不憂慮 什麼事發生都好 我們都不擔心 不憂慮 OK 好 我們這裡關於 集體討告的時候 我們傳呼音 我們可以用 經歷聖靈報道法 就是幫人經歷聖靈 譬如我們 有些人我們就 邀請他 其實這個 經歷聖靈報道法 做法可以這樣的 譬如你邀請他 去你家裡 一起吃飯 或者是 有些活動 之類 或者是吃點心 之類 邀請他家裡 然後有機會 分享 分享神的工作 然後有其他基督徒 一起討告 神的同在強烈 的情況之下 為祈禱 他經歷聖靈的機會 是更加強的 那麼他有可能 就會在這段時間 經歷聖靈 然後呢 尤其 就是 有些人都說 試過在報道會 真的感動到不得了 非常之強烈的感動 就是因為 集體討告的時候 帶來的火下 那麼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 在聚會裡面 都盡量帶人 投入去親近神 投入去愛慕神 讓聖靈的同在加強 然後我們講道 或者是 服侍討告 神的工作 會更加加強的 這個是一樣我們可以 留意和學習的方法 幫助我們 如何在聖靈中運作 更加有能力的 在聖靈中運作 這個是 我們可以學習操練 還有我們第一步就是 敏感聖靈的臨在 就是說 當我們 在一些聖靈充滿的聚會 祈禱的時候 我們留意聖靈的臨在 在我們自己個人 祈禱的時候 留意聖靈的臨在 如果發現 聖靈的同在加強 那我們就 感謝神 原來我感受到 也都 我們求主幫我們 每一次祈禱 都投入 愛慕神 讓聖靈的同在加強 在我們身上 OK 關於這點 有沒有人想問 集體討告 帶來神強力的同在 後來 佛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